你想死吗 我今天就送你一程 为什么这次这么好 我要杀了你 你根本舍不到我死 因为你喜欢我 所以都要成情 没有 我没有喜欢你 我知道你跟四肉打 你根本就是去送死 如果我马上要死 是不是连死之前的 小小要求你都不肯满足我 我这颗心的主人 不会希望你去死 他一定想你继续生成下去 美根 嫁给我 不会照顾你一生一世的 刚刚从你公司出来 那位刘国标先生 与警方正在调查的 一宗异图谋杀案有关 你跟他什么关系 谋杀 不是吧 我还以为他来推销火险的 三十万 你把所有积蓄投进来 你不怕我骗你吗 说实在的师父 你骗我骗得很少吗 其实我这几个月跟着你 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 这次你目击到铁人被杀 所以凶手想杀你灭口 走啊 凶手是故意设个陷阱来害怕 你们能跑掉 真的算预期好 留下阿凡的尸体 是希望警察可以帮忙抓到人 但是阿凡反而跟得越来越紧 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因为我看见你 我还没有罪 我不需要被爱或流泪 过去没证据 也没有察过此太虚 一欲强食礼 有些避伤不会监退 人年或残酷 只有代价相对 生於世界裡 自由規矩 死於命名裡 自由秩序 躲於暗角裡 亦有規矩 遲留要是退 亦是聽取 生於世界裡 自由規矩 死於命名裡 自由秩序 躲於暗角裡 亦有規矩 並非要揭下那各自的面具 剛剛熱了熱 快點趁熱喝吧 我知道你沒胃口 但是怎麼都要吃一點呢 一點點就好 你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不會說你那些大道理 我只知道人不吃飯是會死的 你是不是想剛從兇手手上逃出來 就因為不吃飯餓死自己啊 你放心吧 我會吃的 那先趁熱喝湯吧 對 把它喝了 長期吃太燙的東西 會刺激胃酸增加 造成胃食道逆流 引起食道 肠胃 發炎 紅腫 提高黏膜細胞病變的可能性 罹患食道癌的風險 比一般人高出九倍還多 這碗湯這麼燙 量量再喝 你終於看起來大道理了嗎 你嚇死我了 那其他事我幫不了你啊 但這幾天有什麼要跑腿的就找我 還有寺廟那邊需不需要提供啊 如果沒提供我可以幫忙的 你啊 你小看我啊 你平時做的事有多難呢 擦擦灰掃掃地 放放水果倒倒茶 淼淼那些更簡單 那些蠟燭開點 普照光明 照得千萬眾生 花花世界普天同慶 什麼花花世界普天同慶啊 聖誕節啊 是大千世界普同吉祥 笑了就行了 你們做廟柱啊也是想讓那些善性開心嗎 開心我可以啊 我肯定能把他們好開心啊 那他們開心相應就多添添都好 是啊是啊 你最厲害了 你趕快先熱喝 不然又要熱 熱完又涼涼 涼涼又要熱 喝 馬上喝 Uncle Auntie 喝茶 你們想吃點什麼 不用客氣了 你點阿芝喜歡吃的那些就行了 哦 你放心吧 我早就叫廚房準備了 麥根最喜歡吃的麻辣糕啊 燒麥啊還有糕點 阿芳呢很細心的 你愛喝普爾 阿芝喝香片 他全都寄的 你學學人家 爸 我這次約你過來是想說 我跟帕克爾會先註册 然後再補辦婚禮 其實選擇先註册呢 因為我想幫麥根籌備一個完美的婚禮 所以才有這樣的決定 對啊 結婚 辦酒席 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們有頭有臉的事 需要更多時間去準備的 Uncle 那禮金方面你怎麼想 隨便你 我要不是賣女兒 你們決定好了 人家就是與你今天出來談嘛 你就好好地跟人家說嘛 阿芳啊 其實他很開心的 他就是這個樣子 Uncle 我很小的時候 爹地媽咪就已經走了 我是真心想把你當成我爹地 我希望娶了麥根以後 我們可以開開心心地生活下去 總之你對阿芝好就夠了 禮金只是一個形式 隨心就行了 我沒用 他阿芝吃了很多苦 我只希望他結婚之後 能過上好一點的生活 知道 我會的 阿芳 不好意思啊 有點急事 要趕著向你回報 嗯 你們先聊吧 我想去廁所 我陪你 小心啊 來 我在這兒 有台階啊 小心 他怎麼在這兒 你說Sam 他來我公司幫忙 他跟過佛爺的 不是什麼好人 你這樣跟引狼入室 有什麼區別啊 Sam是一個律師 他之前在佛都有集團 指出了一些文件啊 合約的法律事務 一直都是他負責的 其實有他幫忙 我輕鬆了很多 生意的事我不懂 但是看人我很清楚 他之前在佛都有集團 他之前在佛都有集團 要是好人 幹嘛幫黑社會做律師 昂靠 你放心吧 我們公司做的 全部都是正當生意 就算他要搞 也掀不起什麼風浪 對呀 喂 我們剛才在說啊 我朋友的女兒 去冰島拍婚紗照 拍得很漂亮 你們考慮一下 是嗎 是 也好啊 這對龍鳳耳環多好看 喂 好不好 又是你說出來 幫女兒選嫁妆的 你幫忙選才行啊 女人的東西你決定好了 怎麼了 捨不得女兒出嫁 我不是捨不得 我怕她嫁錯人 人家阿陽高大威猛又帥氣 還是富二代 最重要她疼阿芝麻 對她那麼好 你還不滿意 問題是她太單純了 你也看見那個Sam 不是什麼好人嗎 她也讓她進公司 萬一整個公司被她吞了 怎麼辦呢 人家大學畢業 家裡幾代都是大商家 做生意比你厲害 要你擔心 她是別人 我當然不擔心了 但是她要娶我女兒嘛 她有事就等於阿芝有事 我怎麼能不擔心啊 你信不過阿陽也要信你女兒 她不會選錯人的 你就是在吃醋 幫忙選啊 這對好還是剛才有花的那對好 Sam是註冊職業律師 他沒虛報學歷 不是菲律賓博士 他現在在生財集團那邊 做首席法律顧問 查這麼久只查到這些 我上網也能查到 還有 他在佛道友做法律顧問 是因為他大哥和佛爺是好兄弟 他們兩個有次去砍人的時候 他哥幫佛爺擋了一刀 最後死了 佛爺有情有義 供Sam讀書上學 最後他大學畢業 三幫佛爺也是為了報恩 這種感人故事我也會變 我想知道他見不得光的事 你能不能查到啊 我黑進了他的手機和電腦 我看到他的E-mail文件 短信那些 但是很乾淨 沒什麼見不得光的 說了是見不得光的 當然不會白痴黑字啊 對我人讓你變通 電腦查不到 就去跟蹤人 謝謝師父教誨 我會二十四小時跟著他 去廁所都不會放過他的 哇 你看上去快要死了 還約我出來 約了客戶沒到時間 找你聊了嗎 拼老命啊 你看看你 比以前還慘 小心熬不到孩子長大 就是為了孩子 所以才又熬 成功靠老爸呀 如果我不努力 他們期待得脫不了皮 你以為像你啊 這麼幸福 二十幾年沒養過女兒 一個不小心靠女婿做了千億岳父 你這混蛋命真好啊 那你要有本事 生個漂亮女兒才行 那倒是 幸好那女兒不像你 說什麼啊 老大 怎麼樣 有沒有一兩單 給我做什麼 貪玩啊 踏踏實實做正行就行了 賺得多賺得快嘛 做正行 做到死一天都購不完房子 我老婆最近又要上一個了 別搞了 你被警察查過 很危險 這是越想越氣不過 那個死瘋子 可以繼續做經紀人 我就不能幹了 那個賤人欠我的錢 都還沒還我呢 其實overback 是不是應該增設一個 追債服務啊 追債這種事 我得挺重 他存心想賴賬 怎麼都追不到 不過呢 往好的方面行 現在你老不找你 你可以隨時回店 要不用每天假裝上班 可以安心看著孩子長大 補償回來了 老大 如果沒錢給他們最好的 他們長大了會怨我的 那 別說兄弟不照顧你 你這麼想賺錢嗎 我的茶餐廳 算你一個小小投資 大大回報 以後啊 平上米其林 分店開到外國去 你坐著就能收錢 哇 你這麼會說話 做保險比做茶餐廳好 那 這麼好的事呢 留給你騙老婆婆 不識貨 到時候後悔不要來找我啊 是啊 我很後悔啊 出來跟你閒聊 喂 我去見客戶 就這樣 早上回去做夢啊你 喂 先把他買了啊 我也沒喝過 他這機又 哦 既然每次調查都有阻礙 我決定換個方法 只要說不到劉國標作證 一樣可以證明到 殺手世界的存在 坐下 空遙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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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住手 放开他 再放我开枪了 放开他 护士 你帮我找医生过来谈一谈 这么轻的伤不用留院观察吧 我还要打工的 一家大 医生走了 你要走可以 你帮我找医生过来谈一谈 自己签字出院 但是之后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负责的 行了行了 谢谢护士 麻烦你了 谢谢啊 刘国彪先生 我有些事想问你 你 你看我现在浑身是又痛又没精神 你不是打算露口供吧 好歹刚才救了你一命 我希望你可以老老实实回答我 刚才你是不是去做事 当然是做事了 不然是什么 你现在所说的话 将来会成为呈堂证供 我现在开始录音 麻烦你描述一下 刚才做事的情况 你 你还挺好笑的啊 我约了他推销保单嘛 卖个保险 有什么好录音的 你推销保单 会跟客户动手动脚 我哪知道他什么打击啊 四儿 这些留给你们警察去查了 大晚上去货柜厂推销保险 别拿我当傻子 你分明是去杀人 什么杀人呢 四儿 我是个保险从业员而已 老大 顾客至上嘛 我管他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有弹我就扑过去了 不对啊 四儿 你 你们警察嘛 警察可是高危职业啊 那 我帮你做状态啊 我给你打个什么 刘国标 四儿 如果你现在肯说真话的话 指证杀手世界的存在 我可以帮你转座五点证人 向法官争取豁免你的起诉 四儿 你别逗我笑了 很痛啊 什么杀手世界 你当是拍戏啊 我只是个卖保险的混两口饭吃 四儿 现在我被人打伤了 我是受害者 你还说要告我 你凭什么告我 四儿 不好意思了 我没工夫招呼你 我要睡觉了啊 好 苏菲亚 波叔 不好意思 这么远也要你飞回来开会 明白的 苏菲亚 如果不是大事 你也不会开大会 就是啊 我刚下飞机补一点点口红就过来了 咦 马王 我漂不漂亮 马呢 我就会看 女人 Sorry 亮宝 这里就说你最漂亮 你站在我身边 最多觉得你比我大三岁 言归正传 波叔 你们收到我发给你们的资料了吗 收到 有三个杀手出了事吗 铁人 暴龙 还有QBO 短短两个月有三个杀手出事 我想不会是巧合 还有木齐铁人被杀的哥士帝也出事了 我们认为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 还有什么补充 Dino 我只是一个小角色而已 又刚刚才加入回来 对很多事都不如大家这么清楚 所以我没有补充 根据现有的资料 有一个专门针对杀手界的人出现 这个杀手猎人 是以下假丹的方式引诱杀手去指定的地方 然后再下手 我翻查过暴龙和铁人的丹 给他们转账的都是假账户 那很明显 这个杀手猎人是有计划形式的 要查他出来确实会有点难度 这么容易被你查到账户 不就相当于是把他的身份证放在现场 要我说与其找到他是谁 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那个人这么清楚我们的运作 知道哪一个是杀手 还有知道我们在脑里 大家不觉得很可疑的吗 Dino 你说什么 我想说整个杀手界里面最清楚我们杀手经纪人和杀手资料的 那个人就是Overback的朱利人 会不会是你不小心弄丢了 喂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想说苏菲亚失职啊 我很确定资料没外泄 我问问罢了 我怕你年纪大糊涂了 一不小心泄露出去了吗 其实我们没查清楚杀手猎人的身份之前 是不是应该全面停止接单 不接单只是治标不治本 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不接单我们吃什么 要停多久 放暑假 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啊 就好像皮肤一样 你不敷面膜会长痘痘的 不接工作的话我们会生锈的 我觉得接不接单都不是办法 一定要先解决这件事 对啊 这么大的事一定要解决 Overback规定满八十岁就要退休 苏菲亚 还有两个月你就满八十岁了 剩下这么短时间你能不能搞定啊 对啊 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搞不定你说怎么办呢 如果找到新的接班人就没事了 可以由他接管Overback 并且解决杀手猎人咯 杀手猎人 我有办法对付他 至于接班人 到时我会向大家公布 苏菲亚 苏菲亚 这次呢 你真的要帮帮我 我听你的话就做正好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想干掉我 我不能死啊 苏菲亚 我有老婆孩子了 苏菲亚 你救救我 这里装修不错啊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只招待会员 警察 徐峰 这么巧啊 来喝东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换工作 这里工资多一倍 还有十二天假 不够东西不好吃 来 我带你去旁边吃 不用了 我不是来吃的 刘国彪 看来这里的酒不仅好喝 还可以治病 昨天在医院要死要活的 今天这么精神 哎呀 你进了医院 怎么不说一声啊 签保单的是 你找人发给我就行了 我一定要今天签的 是是是 我不想麻烦你 不想麻烦你 这里的人都很面熟啊 也不是 也有不熟的 很热闹 警察先生 我是这里的主理人 苏菲亚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呢 最近我查了很多 离奇的案子 离奇到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有一群人 专门收钱帮人杀人 哦 你的意思是 他们就是收钱杀人的人 据我分析 这帮杀手是 朋友组织的 很现代化的 他们呢 会有专人帮忙清理现场 销毁证据 还有 他们就像明星一样 会有经纪人帮忙接招 刚才在酒吧里面 有个胖子 有个美女 他们怎么看都不像杀手 还有 那个陈查理 我也认识 他有个朋友我怀疑 也是个杀手 他们全部都是经纪人 那我呢 我也是经纪人 不是 你不是经纪人这么简单 刚才我一进去 所有人第一时间都看着你 就算你是经纪人 也是经纪人的头 年轻人 果然想象力丰富 你写书的 做人呢 不要钻牛角尖 要听人劝 我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厉害 哎呀 谢谢你送我回来 人老了呢 做太久也不好 手脚不灵活 又怕摔倒 感谢你陪我 还讲了个这么有趣的故事给我听 拜拜 李宝贁 李宝贊 李宝贝 李宝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茶 杀手猎人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眉目 除了之前那四单之外 原来曾经是迪奴的手下 现在已经退休的阿鬼和阿怪 在上个月都先后被人袭击死了 这件事我有一点眉目 杀手猎人牵涉的不止一个人 很可能牵涉到杀手世界以外的人 你觉得杀手猎人不是杭家 但是之前那几单都很有部署 可是他的手法杂乱无章 那倒是 如果是杭家的话 不管他怎么去掩饰 都不会做成这样的 你心目中有可疑的人 我有什么能帮你 借我over by 这个位子 你想我借你位子 难道我传给方太太 她做不到十年 又要传给下一个了 我只不过没想到 是我来接这个位子了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但是有这个能力的 不止我一个 你是说接单和找杀手的能力 的确很多人都有 还比你更好 但是你有一样 他们没有 是感情 但是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说杀手 是一个无情的世界 当你一旦有了感情 就注定失败 做杀手就是 可是现在 我是让你坐我这个位子 既然你这么信得过我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找到Dino了吗 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他 他都没接 我给他留了言 他也没回 苏菲亚要见你 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你 你都不见 对不起 我以为电话坏了 你也知道 我出去了又再回来 现在会都不用怎么开 刚才我一看见你打电话给我 我真是受处若惊 我不敢接呀 你能出现 就是已经知道 我找你有什么事了 现在Overback有两件事 一是杀手猎人的事 一是你老人家准备要退休 选接班人 二选一 我当然希望是后者了 所有遇害的杀手 都是跟你有过过节的 到底 你和杀手猎人 有什么关系 二选一的机会我都选错了 你看看我多倒霉呀 不过也是 杀手和经纪人 我选择做经纪人 我以为更容易上位 没想到有你这个老不死的 站着位子 OK 好 没关系 那我就出去放手搏一搏 所以在Overback和佛爷之间 我选了佛爷 新人士 新作风 我以为可以输一面 新旗帜 结果又选错了 还成了叛徒了 我就知道我运气不好了 错的不是选择 而是你的心态 就是因为这样 你才永远没资格坐上 Overback 主理人的位子 你说的就是真理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才没资格坐这个位子 你是不是老得不记得了 你手上有很多神秘资料 以我的推测 只要我们好好利用这些资料 你就可以控制整个杀手世界 为什么你偏要做一个酒吧老板 我知道你只是出谋献策策的人 到底谁是杀手猎人 我呀 不是吗 你做杀手的时候 打针用毒的确是你的强项 铁人有被人打针 但是那个青道夫和Q-Bill没有 杀手猎人是一个不成熟的杀人犯 他的手法在不断改变 嗯 没想到你还没完全糊涂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因为他可以给我 你给不了的东西 我买了你喜欢吃的波仔糕啊 你别说我没良心啦 苏菲啊 我现在不能接电话 麻烦你留下口信 喂 平时我迟到几分钟都不行 你现在迟到大半个小时了 留缘又不回 那你现在有五个波仔糕在我手上 我信你马上回来 再不回来每十分钟吃你一个 回来没吃的别赖我 看不出来你粗手大脚 还挺细心的 伤口洗得挺好的 关他什么省 是方太的你手艺好吗 外卖到 你运气好 我十几二十年没拿过刀了 幸好那把刀还没生锈 我当然运气好 不然也不用你动手 你已经最多切鱼 这你就错了 方太太以前是切人的 你也是杀手 你又错了 她的刀是拿来救人的 我以前在内地是医生 不过来了香港 看不懂英文 拿不到证 就做了黑市医生 做医生救人很好啊 为什么去走房地产啊 好赚钱吗 又不犯法 在香港啊 有什么比房地产赚得多啊 名正言顺抢钱 别说那么多了 凉了吃东西 又是鱼蛋粉哪 有人只喜欢吃鱼蛋粉吗 那那千丁万主叫我买的 我只是怕她饿死 没人帮我洗伤口 田医师 有虾有辣对伤口不好 这有牛肉吗 这有牛肉吗 这有牛肉也不行 对伤口也不好 那我吃鱼蛋粉 你别吃 哎 这就对了 有些事呢 过去了就过去了 人呢 最重要向前看 对啊 吃东西别说话 你也是 阿兰阿兰 你腿受伤了 别再练了 休息一下 不练怎么行啊 再不练 我的功夫都废了 让开 你不是想再找Zuro报仇吧 我很后悔给你线索 要不我们别再走杀手吧 什么我们 你做不做是你的事 我做不做是我的事 你是你 我是我 没有我们 我不想你冒险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不是你女人啊 你只是帮我洗了几点伤口 你当自己是谁啊 以后不用再帮我洗伤口了 我会找方太太 起来 不用不用 不用 米狭 明白明白 我也是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陈先生是做壁拟的 那他们现在 你别这么八卦信不信啊 好 好 好 我送外卖 新威吓装子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打这份工的人呢 总是特别多事 请他做你助手了 还嫌他不够八卦 怎么样 有没有消息啊 能想到的人我都问了 没人见过苏菲亚和佐治 不见好几天了 你说会不会真的出事啊 你最后联络他是什么时候 上星期四 他说他去陈天记那儿 不会回酒吧 叫我和彼得到时间呢 关门走人 星期五去中飞飙他都没出现过 他那天有没有去陈天记啊 有 我跟他谈完还送他上了车 那时候大概八点钟 就是星期四晚上八点后 再没有他的消息 你们那晚聊了什么 杀手猎人 他们不会被杀手猎人 不会的啊 苏菲亚很能打的 我也不是很确定 你给我一点时间查清楚 你先不要回去 在没搞清楚苏菲亚有什么事之前 我必要正常运作 放心吧 我会派人去那附近看着 保护你和彼得 你放心上班 师父 你真的说得很对啊 跟人真的可以发现很多东西 那个Sam呢 他有很严重的香港脚 而且不肯去看医生 还有他上完厕所之后 不管大小他从来不洗手啊 就是这些小事 还有呢 我发现了 Sam他在太古城一栋大厦里面 藏了两个女人 他一三五去找A 二四六去找B 关键是A竟然不知道B的存在啊 是不是很厉害啊 哇 就这么多 我叫你查他 是怕Paka被他骗了 你查他生意上有什么小动作吗 他养十个女人 养十个男人 都不关我的事 我查过了 他是有私人生意 但是正正当当 连漏税都没有 那不就是一场空 不是一场空啊 我收获很大的 因为Sam呢 很喜欢蒸桑拿 他每次蒸桑拿拿 我都会扎马步等着他 他上次蒸了四个小时上 我现在扎了四个小时 我现在的马步呢 很稳的 哇 这么厉害 是啊 我上次教你的绝招呢 我会努力练习的 我会努力练习的 师傅 你还要没有更厉害的 你教给我一次性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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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查的好东西 我就教你点真本事 明白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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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件事呢 想跟你说 但是我又 啊 是真的你在说 啊 啊 什么养了多少女人的事 你留着给报纸爆料吧 啊 那 我 我多找点资料啊 你到时候这么要教我 哎 啊 啥子的说吧 雷德 如果苏菲亚一直都不出现 Overband会怎么样 哎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苏菲亚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们还开不开工啊 有钱赚我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再有杀手出事的话 怎么办啊 说不定啊 苏菲亚正在处理杀手猎人的事 大家再等等吧 方太太你有的事情当然不在意了 可怜我们不干活就没钱 再找不到事情做 难道就我们这些杀手去开出租车 做Sales吗 亮宝 你不用担心 你这么美 去做化妆小姐就行了 我至少也是化妆大师 怎么会是小姐 别开玩笑了 转行 我的马怎么办 转仓还可以 难道真的叫我们去菜市场 转行切鸡啊 哎呀可不是嘛 我们要赚钱的嘛是不是 没有这条命 赚再多钱也没用 哎 好了 都说了这么久 也没有结论那怎么办 其实通常这种事呢 都是由Overback的主理人决定的 苏菲亚她又不在 我年次又不够长 其实Overback有没有过没主理人呢 哦 据我所知呢 Overback从来没有过没主理人 哇那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哎 怎么办才好呢 这么久啊 有火药味 没错 Overback应该有主理人 苏菲亚跟我说过 决定由陈查理做接班人 就由她说了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帅哥 请我喝杯酒吧 哦 好好好 真的来泡妞 这里当然是泡妞了 不好意思 下次再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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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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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一张单要转给你 男人三十岁 玩玩就跑还打女人 去你个头 我到家楼下 不是方太太逼我 把单子绕出来啊 我才不想给你 不去算了 我找别人 那张单真的给我 是呀 这一种距离 看见亦听到 但强爱崩起 明知道差天与地 还情远不一起 何不尽将到限期 能逃避快出走这禁地 你隔着最飘忽距离 快降落我心 下秒钟又再转身 谁最后因此 我会儿子 对你走快去